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事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4月20日周三 美国股市周三是涨跌不一 道雄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PRO500指数早盘上涨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因流媒体巨头奈飞的疲弱而下滑 视频流媒体巨头Netflix公布 其全球用户十多年来首次出现亏损 并预测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 其股价下跌 公司市值缩水近三分之一 该公司周二公布的季度收益报告显示 今年1月至3月 该公司的用户数量减少了20万 Netflix表示 预计4月至6月还将失去200万订户 这一消息导致迪士尼 Roku 华纳兄弟发现和派拉蒙等流媒体公司的股价均下跌 Netflix发布第一季度财报后 许多分析师也下调了对该公司的评级 与此同时 IBM的收益和营收双双超过预期 公司是公布了一个稳健的季度业绩 并发布了积极的预测 其云业务在持续的增长 这也推动了道指上涨 另一家道指成分股保洁公司公布的业绩 也是好于预期 并上调了全年的营收预期 其股价涨幅超过2% 尽管通胀上升 但消费者购买力持续 所以该公司是上调了全年的销售预期 这两天的走势可以看出 那业绩将继续成为关键的因素 尽管存在着通胀和供应链压力 但到目前为止各公司都凸显出了整个行业的强劲需求 据FICET的数据显示 迄今为止标准PRO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中 约有12%公布了第一季度的收益 那其中80%的公司业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那尽管预计今年将继续波动 但是盈利强劲和最近看涨情绪跌至30年来的新地 确实是短期反弹的良好背景 目前的投资者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担心的问题 从飙升的通胀到利率 再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持续的战争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有利的因素 那下面我们就用几张图表具体的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就是每周进行的AAII投资者情绪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 看涨的受访者呢已经跌至30年来的低点 只有15.8% 上周我们分享过的另一个指标 代表投资者情绪的牛熊比率为1.12 那低于2呢表示买入 低于1则表示强烈买入 那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接近罕见的读数1或者是以下 这就代表着投资者对股市呢是过于悲观 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来看 股市可能会出现反弹 上涨的部分原因呢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应该很快就会开始 而通胀放缓会给利率带来下行压力 从而给股价带来上行压力 那上周公布的CPI和PPI呢都低于预期 通胀担忧呢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这种担忧呢在3月份加剧 那当时预期一年后的通胀率从6%是升到了6.6%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改善的迹象 那上周公布的3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下跌了3.8% 那这也是自1969年以来的最大阅度降幅 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 因为美国劳工统计局将这部分在整体指数中的权重 从几个月前的6.2%提高到了9.2% 根据这一数据 许多的经济学家现在认为 通胀峰值终于过去了 与上年同期相比的通胀率应该会在4月份开始下降 那这一趋势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最近的强势美元应该会通过冷却外国需求 继续给美国价格带来下行压力 在这张图表中呢 你可以看到强势美元似乎通常会降低通货膨胀 第二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问题正在改善 供应链瓶颈呢是一个造成供应短缺的重要原因 而供应短缺呢正在推高通胀 我们再次看到了改善的早期迹象 那从以下两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我们知道运输瓶颈正在缓解 因为运费正在下降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进口呢正在增加 那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就是积压的订单正在减少 第三个现象呢就是尽管美联储加息 但是美国经济呢保持增长 那周一的视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美国银行的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呢已经取代了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 成为了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投资者对经济增长的担忧从未如此严重过 那投资者是担心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使经济呢陷入衰退 从表面上看这些担忧呢似乎是有道理的 因为二战以来的14个紧缩周期中 有11个在两年内出现了衰退 高盛的经济学家简哈祖斯表示 令人宽慰的是在这些衰退中 只有8次可以部分归因于美联储的收紧政策 而软着陆或者是软性着陆最近更为常见 那这次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如此之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企业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特别强劲 哈祖斯认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约为15% 未来24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35% 尽管投资者对即将来到的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呢感到十分的担忧 但它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原因呢就是债券市场已经明显收紧 那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已升至2.5% 领先于美联储预期的联邦基金利率 事实上过去一年 股市的横盘走势可能是由于债券市场预期 美联储将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实际上收紧货币政策 那市场呢已经对此做出了调整 路斯厚的市场策略师吉姆布尔森表示 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至4% 那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放缓 但仍将是健康的增长 他不认为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第四个原因呢应该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强劲 那这也将支持经济增长 因为消费者将赚到更多的钱来消费 那另一方面更多的工人意味着提高生产 那这反过来呢将有助于缓解对通胀和美联储的担忧 他也将改善供应链问题 因为在经济的分析中 大多数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 劳动力呢是所有供应链问题的中心 那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 就可以建立更多的库存 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周一视频分享的 美债40年的牛市或将终结 那如果是这样呢就是非常有利于股市 否则呢股市还将继续面临更艰难的未来走势 总而言之由于数据显示通胀呢几乎已经见顶 那增长放缓导致需求走软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奇闻 如果这些不平衡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呢 美联储的升息预期呢可能会被消化 尤其是在中期选举来临之际 那我们也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升息呢也可能会在今年的下末或者是秋初放缓 所以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同时买入成长型和价值型股票 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的头寸 这样呢就更容易获利 现在呢一些成长型股票非常的便宜 它们已经成了价值型股票 那反之则亦然 具体的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呢 传统上被归类为价值类的能源和矿业股的收益呢 正在大幅增长 那一些成长型股票呢 却已经被大幅抛售 那它们的估值目前可以被归类为便宜 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上情况 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最后呢我们还是维持上期视频的观点 那最近的股市呢会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区间内呢波动 好了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